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十七课了 这就是Lesson 17 A Man Man Disease 人为的疾病 这个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打开教材九十八页 跟老师先朗读一下这颗书的生词和短语 这个书生词比较多 Now read after me 九十八页快点啊 Settlement Settlement Enterprising Enterprising Settler Settler Antipodes Antipodes Promiscuous Promiscuous Abandon Abandon Overrun Overrun Deva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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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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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cept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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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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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xomat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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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ect Infect Epi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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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qu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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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rier Carrier Exterm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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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onically Ironically Bequ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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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 Past Pest Pesti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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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ne Confine Demest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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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极了 这是这棵树的声词和端语 下面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来看看其中的一些重点词 第一个重点词 咱们先看一看这个 我们先再大声再读两遍吧 Settlement Settlement 这个词意思特别多 都很常见 第一个可以表示殖民地 就外国人搬到了住的一个殖民地 或者一个新的居住地 有一个可能是本国人搬到了一个以前蛮黄的地区住在那儿 殖民地或者新的居住地 表示这个含义当然是可数名词 但在本文中表示另外一个含义 表示殖民的过程 表示殖民过程这个含义就是不可数了 它表示一个过程抽象的这个殖民的过程 同时我们在第三课还讲过 还可以表示小的社区 一群住在一块 一个小的居民区 也叫做Settlement 还可以表示解决 因为Settle这动词本来就可以表示解决 什么什么的解决也可以用它 我们先看第一个 表示殖民地或者新的居住地 表示这个含义 它跟另外一个词可以做个辩析 可以同时计 类似 第一个就是Settlement 还一个就是殖民地colony C-O-L-O-N-Y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相关词 colony colony 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Settlement 既可以表示外国人居住的这个殖民地 也可以表示本国人到了一个蛮黄地方来居住的新的居住地 但是colony一般都是表示被外国人所侵占的这个殖民地 就外国侵占了本国领土 这个殖民地叫colony 跟它类似 那么同样的settler和colonist 继承了刚才那两个名词的含义 只不过都变成人了 对吧 我们先读第一个 settler settler 这个表示殖民者或者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来住的这个居民 尤其是开垦了蛮荒的这个土地的这个居民叫settler 但是colonist一般表示外国的侵略者 那么占领了我国的地盘 这叫殖民者 所以一定是外国侵占的这个占领者 殖民者是搬到了本国来居住了 表示这个 那我们分别读一下 settler colonist colonist 所以这个colony和colonist 它表示的含义更窄一些 同样的殖民的我们可以用colonial这个词 它表示外国呢到本国霸占了一块地方 这个殖民 这个殖民的用它 再读一下 colonial colonial 经常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半殖民地叫semi-colonial 半封建叫semi-feudal society 这个我们可以把封建的词也大声读一下 feudal feudal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咱们可以背起来 叫做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这里面用colonial 就是殖民的 就是外国霸占了本国的这个居住地的这个殖民的可以用它 我们知道这个settlement除了表示殖民地这个含义之外 或者新的居住地也可以表示殖民的过程 外国搬到本国来住或者是到蛮荒的地方去开垢土地 这么一个殖民的过程到新的居住地居住的过程 但是colony没有这个意思 它一定是可属民词表示占领的殖民地 而settlement可以表示过程做不可属民词来用 你比如说 the settlement of America west 往美国西部的殖民的过程 这个并不是外国人来了 但确实是拓荒了 在西部拓荒的殖民的过程 那本文中也是用在这个用法不可属民词 你看一下十七课课文的第一句话 十七课课文的第一句话 你看他这么说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settlement of Australia Enterprising settlers unwisely introduced the European rabbit 在往澳大利亚殖民的过程的早期 这些雄心勃勃的有进取心的这些殖民者 非常不明智的就是引进了这种欧洲的兔子 这个settlement在这不是表示某一块殖民地 而是表示像澳洲殖民的过程 表示这个含义unculable不可属的 但是我们回顾settlement在第三课还讲过 还可以表示小的居住区 这个时候相当于a small community 就一群人住在一块 这么一个小的居民区 居住区也叫settlement 那么我们复习 以前讲过都不能忘记 比如回顾一下在第十七 第八行最后到第十行 十七页的第八行最后到第十行 第三课里面的片段 还记得吗 除了一两个地区 比如像zema什么的两个地区之外 那这些地区很快变得流行起来了 但是怎么样 alpine villages tended to be impoverished settlements cut off from civilization by the high mountains 阿尔贝斯山的村庄往往都是一些贫困的地区 你看这个settlement在这不是表示殖民地 而是表示一个小的社区居民区 就是那小的村落 这个意思表示这个含义也行 同样的settlement我们说也可以表示问题最终的解决 它来自动词settle 解决某个东西 你比如说out of court settlement 就是庭外的解决 就是私了 这是个名词端语 那么私了某事 动词就是settle something out of court 就是庭外解决某事 它来自动词的settle 这是我们settlement 回顾一下几个意思 第一个 表示殖民地或者新的居住地 如果专指外国的殖民地 也可以换成colony这个词 同样可以表示殖民的过程 不可出名词 还可以表示小的居住区 最后表示这个问题最终的解决 好 这个词我们看到这儿 好 第二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 有事业心的 有进取心的 大声读起来 Enterprising Enterprising 那么我们先看一些例子吧 比如说一个有事业心的年轻人 Enterprising young man 这个词好像很眼熟 咱们在第二个造句好像用过这个搭配吧 咱们回顾一下 他是一个有事业心的年轻人 不会满足于平淡的日常生活 咱们先回顾一下 不会满足于什么 这个怎么来说 其实是个原因状语 为什么说有事业心呢 因为他不会满足于平淡的日常生活呗 对 咱们复习一下第十一页 十一页的十二行到第十三行 有这么一句话 It is impossible to make more than the wildest gas and how many they kill but their hungry creatures not contained with only three meals a day 对吧 要对蜘蛛到底杀死多少昆虫 做一个稍微准确的估计 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 但是他们是非常饥饿的生物 因为他们不会满足于这个一日三餐的生活 not contained with only three meals a day 咱们讲过 可以看到省略了being being not contained with being 在飞味动词可以去掉 直接可以用not contained with something 就好了 不会满足于 那平淡的日常生活呢 在三册的三十一刻 可爱的怪人咱们讲过 这毫无例外地为他们赢得了他人 的爱和尊敬 为什么 Four day add color to the dull routine of everyday life 因为他们给平淡的日常生活增添了颜色 平淡的日常生活 叫the dull routine of everyday life 每天的生活的例行的公式 很无聊的那些例行的公式 平淡的日常生活 咱们再看看这句话怎么说 他是一个有事业性的年轻人 不会满足于平淡的日常生活 咱们背一遍 he's an enterprising young man 用an好了 为什么呢 not contained with the dull routine of everyday life 好了 主句是这个句子主干事 他是一个有事业性的年轻人 为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他们不会满足于平淡的日常生活 看过再写听过再说 这个句子咱们写起来很自信了 好 那么他来自于一个重要的名词就是enterprise enterprise这个词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意思就是事业心或进取心 表示这个意思呢 都是不可数名词 表示抽象的事业心 进取心 大声度下 enterprise enterprise 不可数名词 比如说 he's a man of extraordinary enterprise 他是一个有很大的进取心的 非常有进取心的 这么一个人 an extraordinary 表示超出一般的 不平凡的 非凡的 他是有非凡进取心的 这么一个人 我们把这个形容词解读下 extraordinary extraordinary 在美音中呢 这个tr 这个后面的or 要加个卷声音 tr 要浊化 所以说呢 extraordinary extraordinary he's a man of extraordinary enterprise 这个有非凡的进取心的 这么一个人 表示这个含义 你算不可数名词 对吧 但是第二个含义更常见 就是指企业 有事业心 有进取心的 他要创办企业吗 含义相关 再多讲 enterprise 这个发音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词就可数了嘛 一家两家企业就可数了嘛 比如说 国有企业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有时候咱们在报上看到 所有企业是soe 三个大写字母 这个state owned 要连读 变成state-owned state-owned t owned toned 连到一块 我们读下国有企业 state-owned enterprise state-owned enterprise 那可数名词 前面可以加贯词 能担负出变化了 对吧 再比如说 collectively-owned enterprise 叫集体制的企业 这个collective 可以表示集体的 共同的 大家一块所拥有的 所谓集体制的企业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collectively-owned enterprise 诶 集体制的 还有好多好多 比如说 鄉镇企业 叫township enterprise 外资企业 foreign funded enterprise 那么合资企业 joined venture enterprise 都想 我们一来读一下 第一个 乡镇企业 township enterprise 这township 表示乡镇规模的 对吧 然后外资企业 foreign funded enterprise 这个fund做动词 可以表示投资 被外国人 投资的企业 外资企业 还有合资企业 joined venture enterprise 这个joined 再注意 在这是形容词 表示联合的 和共同的venture 也可表示投资了 合资企业 我们再读一遍 joined venture enterprise 就是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乡镇企业 外资企业 还有这个 这个 合资企业 那么还有一个企业家 这个词容易错 注意前面不是enter 是entre 后面是neur 不是ner 这很容易拼错 而且读也不好 读大师傅我们读一下 entrepreneur 读着entre entre 然后ner是中音 在后面 entrepreneur entrepreneur 叫做企业家 可以跟enterprising enterprise 同时记住 好 这个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一个 比较大个的词 我们先读起来吧 permiscuous promiscuous 这个词呢 本语表示性乱的 就在性方面跟很多人发生关系 在本文中当然指兔子了 就乱交配生孩子这种 派生意呢 表示不加选择的 随便的 就在性方面 对伴侣不加选择很随便 那本语呢 那本语呢 确实表示 having sex with a lot of people 在性方面很混乱的 我们再读起来吧 promiscuous 但生活中经常做派生意 就不加选择的 或随意的 不加选择的相当于 indiscriminate indiscriminate 不加选择的 或者casual 随意的 大大咧咧的这种 比如说 promiscuous eating habits 不加选择的饮食习惯 就是这人不忌口 什么都吃 经常闹肚子 还有呢 the primiscuous distribution of diplomas 就随意的 随便的颁发文凭 distribution可以比如颁发 diploma是文凭了 就是都不加分辨 不加选择的 看着差不多就可以文凭造成文凭泛 这是promiscuous这个含义 他的生活中有好几个词 类似 比如说有个词叫licenses 也是表示非常随便的 尤其是表示在性方面 比较淫乱的淫荡的 可以用它 我们大声度下 licenses licenses 这个跟promiscuous非常类似 非常放纵的 堕落的淫乱的 都可以用它 它来自于执照许可证 这个词 总给自己许可 不就是很淫乱很堕落吗 在大声度下 license 这两个词都行 这是很堕落的 很淫乱的 可以用它 还有一个词叫abandoned 也是表示堕落的 它来自于名词abandoned 做动词表示抛弃 做名词就可以表示堕落 我们再读一下堕落的形容词 aband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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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havior 就是表示堕落的行为句子 abandoned呢 本身做名词 表示堕落 而且这个名词一般 多跟这个借数with搭配 咱看一个例子 holidays shoppers are spending money with reckless abandon 这些节日的购物者 正在非常大手大脚的 非常放纵的去花钱 这个reckless本来表示 这个鲁莽的 冒冒失失的 这个abandoned 表示放纵 放纵自己 就平时应该量入为出 但这一天呢 疯狂去花钱 把信用卡刷爆了 这叫spend money with reckless abandon 这么来说 想到了这个堕落放纵 我们回忆起来 在第六课讲过一个词 叫orgy 大家记得吗 orgy跟它有类似的意思 就是这么一个聚会 在什么呢 聚会里面 大家一块喝很多酒 并且有很多的性活动 也是那些纵酒银乐的聚会 这个orgy派生意 也是表示非常的放纵 就不加节制这个含义 而且用于固定搭配 咱们说过就是 orgy is of 或者an orgy of 叫疯狂的 过分的 过度的 怎么怎么样 一次性行为 可以用an orgy of 如果多次重复的 可以用orgy of 用复述就好了 比如说 an orgy of killing 疯狂的杀戮 an orgy of spending before Christmas 圣诞节前 疯狂的购物 也是这个 缺乏节制 这个意思 对吧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第六课 曾经见过的句子 第六课就是 三十五月第三到第五行 咱们复习 三十五月第三到第五行 Even if one didn't know from concrete examples the 1936 Olympic Games for instance that international sporting contests lead to origins of hatred one could deduce it from general principles 即使人们 不知道具体的例子 不能从具体的例子里面了解到这一点 什么具体的 叫三六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比方说 知道什么呢 这个from 是世界词章语做壮语 这个no 后面兵语是大从具 国际体育比赛 会导致疯狂的仇恨 人们也能从一般的原则中 得出同一个结论 这个疯狂的仇恨 叫orges of hatred 可以 跟他类似的就 bench 和spray 也是表示放纵 缺乏节制 咱们还记得第六课讲过 而一般都用在go on the bench 或spray 咱们读一下中心词 bench spray 放纵 跟这个go on 搭配比较常见 那在哪方面放纵 就加什么修饰语就好了 he went on a drinking bench over the weekend 他的周末疯狂的饮酒 再比如说the girls went on a shopping spree on Saturday 这些女孩子在周六疯狂购物等等等等 这是表示这个什么放纵啊 缺乏节制啊相关的一些词汇 有心智有复习 我们看到这里就好了 好 这个词看到这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一个 也是比较复杂的形容词 易受某事物影响的 或者表示易受感染的 就容易传生某种病的 都用它 我们大声来念 susceptible susceptible 易受什么什么影响的 或易传生某种病的 易受感染的都行 这个susceptible这个词一定记住搭配 叫be susceptible to 加这词do 易受到什么影响的 或易得某种病的都行 比如说some officials are susceptible to corruption 有一些官员很容易受到腐败的影响 就很容易腐败呗 这是official就政府官员 再比如说I am most susceptible to women's tears 我这人可受不了女人的眼泪 most的极其特别 他没有定私的不能犯罪 就是极其特别 现在extremely 我特别特别容易受女人的眼泪的影响 女人一哭我就活不了了 对吧 她们说什么我就听什么 容易受到影响 容易得某个病也行 I am susceptible to flu 我很容易得流感 flu is short for influenza 就流行性感冒了 好 这是容易得某个病的 或者容易受什么影响的 它的反应搭配 咱们可以记忆 对什么什么免疫的 或不受什么什么影响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免疫的 或不受影响的这个形容词 大声呢 immune immune 多好记忆啊 我们搭配都一样 意思相反搭配不便 be immune to something 比如说he is immune to criticism 这个他不为批评所动 他不会受到别人批评的影响 坚持前进 他不为批评所动 I am immune to smallpox 我对天花免疫 smallpox表示这种病 这个天花 脸上长麻的这个病 我不会得这个病 对他免疫 甚至咱们进一步可以记住 给某人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重疫苗 可以用immunize inoculate 或vaccinate 它来自于这个疫苗 vaccine 就是v-a-c-c-i-n 这个名词 vaccinate 是动词 给某人重疫苗 让他对某种病免疫 这个在什么六级啊 什么考研的突弗亚斯里面 就会出现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 给某人重疫苗 或使他免疫 这个动词 大声音 immunize immunize inoculate inoculate vaccinate vaccinate 他来自疫苗 vaccine v-a-c-c-i-n 就好了 这是给某人重疫苗 使他免疫 那是如果给某人 传上某种病呢 叫infect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infect 使某人感染上了某病了 让他得上这个病 那后面跟着这位斯大佩 比如说 he has been infected with HIV 很不幸 他被感染上了艾斯病毒 HIV 表示艾斯病毒 被感染上这个病了 他也跟中文类似 一个做派生意 感染了某人 你看 我们说某种情绪感染了某人 Susan's enthusiasm soon affected the whole class 这个Susan 他的热情很快感染了整个班集体 就受到他好像有个病菌 这个病毒在扩散一样 大家马上都变得热血澎湃的 感染了某个整个班集体 可以这么说 那么疾病的蔓延 我们可以用个不急的动词 spread 就是普通的蔓延这个词 派生意是疾病的蔓延 它是不急的 the disease is spreading fast 这种病在迅速蔓延 如果表示这种病是什么样呢 在人群中传播疾病 可以用动词communicate 还有咱们曾经讲过的transmit 表示传播某种疾病 这个两个词在这里是极物动词的 而后面可以用病当病语 我们再读下这个词 它本身可以表示交流沟通的意思 对吧 communicate 交流是两个人思想传播 这个表示病毒之间来会传播 类似 或者再读第二个 transmit transmit 也是疾病的传播 可以用它 你像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就是性病 性传播疾病 通过性的途径被传播的疾病 双斜体加异地就好了 这是传播疾病 可以用它 那同样的 疾病传染性的呢 这三个词也是咱们写作的高频词 传染性的 这三个词做定语做表语都可以 我们分别读一下 infectious infectious contagious contagious communicable communicable 传染性的 be highly infectious contagious or communicable 高度传染性的 这做表语了 做定语也行 infectious diseases contagious 或者communicable diseases 叫传染病 这也行 做定语做表语都可以 但还有一个传染性的 catching 这个词也表示传染性的 但这个词只能做表语 不能做定语了 我们再读一下 catching catching 咱们不能说 a catching disease 一个传染病 这个错了 它不能做定语 I hope his code isn't catching 我希望他的感冒不要传染才好 这个catching 传染性的 可以做表语 但不能做定语 那还有本文中另外一个生词 叫疾病的流行 或者疾病的蔓延 这个不表示流行病了 表示疾病的流行或者蔓延 用这个词带大声来 epidemic epidemic 比如说an influence epidemic 一次流感的蔓延 一次流行性感冒的流行蔓延 可以用它 这是疾病的蔓延 可以用它 这是表示传染相关的几个重要动词 放在一块 咱们把它记住就好了 好 这个词看到这儿 最后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把某个东西移赠给某人 就作为遗物传给他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 这个词比较正式 teach was to 说到声带震动 大声里面 bequiz bequiz 把某个东西移赠给了某人 你比如说 它搭配是bequiz something to 把它移赠给某人 有时候做比喻 后面也可以加事物也行 你比如说 he bequized everything to charity 他把他的每个东西 就是全部的遗产 都移赠给了慈善机构 charity 慈善事业 或者是 he bequized everything to his son 他把他所有的东西 都移赠给了他的儿子 当遗产给了儿子 这也行 也可以做派生意 你看 one age bequiz bequiz is civilization to the next 一个时代 把他的文明留给了下一个时代 就像遗产一下 像交接接力棒一样 给了下一个时代 bequiz something to 可以用它 这是移赠给 有的时候可以把它换成 leave something to 或者will something to 含义是类似的 也是把财产留给了某人 移赠给某人 leave就留给他 跟中文的流类似 will做名词是遗嘱 做动词是留遗嘱 都可以 这是移赠给某人 那如果说这个继承呢 继承的动词叫inherit 这个词是复习 咱们见过 大家上面再来呗 inherit inherit 我们前面讲过那个 剥夺继承权叫disinherit 但那搭配是disinherit somebody 剥夺了某人的继承权 但inherit搭配是先跟事物 再跟from再跟人就好了 你比如说he inherited a fortune from his grandfather 他从祖父呢 继承了一大笔的财产 可以用他 继承人呢 就可以inheritor 我们叫or就行了 我们大诗来呗 inheritor inheritor 继承人 那么父母跟给子 父母亲给子女的遗产呢 遗产可以用inheritance 或者legacy 这都是相当高频的用词 父母留给子女的遗产 咱们分别读一下 inheritance inheritance legacy legacy 可以表示遗产 但是遗产有时候也可以做派生意 什么留给什么下一个文明的遗产 文化遗产 宗教遗产 有的时候也行 但是这个heritor这个词 一般只做派生意 它很少表示财产 父母亲给孩子的一般多做比喻 文化遗产 建筑遗产 这个词本身一般多做比喻 我们再读一下 heritage heritage 你像historical heritage 历史遗产 cultural heritage 文化遗产 希望大家备一备 再比如说literary heritage 文学遗产 还有architectural heritage 建筑遗产 这个一般多做派生意 我们再读一遍 heritage 所以最后咱们看看奥巴马就职演说中的这么一个片段 他也用到了这个词表示派生意 咱们先听一听 咱们看看这个片段 它下面的中文字幕翻译错了 有翻译错的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打补丁的遗产 就是我们其实就是美国的什么文化 什么文文化的传承了 这个遗产这是比喻 它并不是真正把财富留给我们了 patrol是打补丁 为什么呢 因为补丁有黄色的黑色的白色的 就各个种族混在一块 这种传统这种遗产 怎么样呢 是一个优点并不是弱点 但他刚才字母把它翻译成了 并不是什么强壮和转弱 懦弱这个翻译错了 因为weakness表示虚弱 懦弱是不可数的 weakness可数名词加n 应该翻译弱点 是个优点并不是弱点 我们是这样一个国家 由什么基督徒 穆斯林 犹太教徒 印度教徒 还有没有信仰的人组成的 我们把这片段再听一遍 看看第二遍能不能听得清清楚楚 好 再来遍 我们把这片段并不是弱点 不是弱点 我们是一个圣诞和圣诞 圣诞和圣诞 和非信仰 您刚才把这个strength翻译成力量 把这个weakness翻译成懦弱 就是软弱 翻译错了 因为strength表力量不可数的 这个weakness表达软弱也是不可数的 而前面都叫en 中国人很容易马虎大意就翻译错了 是一个优点而不是一个缺点 我们是strength and weaknesses 优点和缺点 这个后面可以叫s的 这表示优点 好 这是第17课 这个重点词不是特别多 但确实扩展的词汇很多 而且很多词汇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我们希望大家不但认识 而且把这些词汇在写作中 能够非常自信的正确的优美的把它运用出来 好 17课的生词跟老师就学到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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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